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是宁星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5月2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 中国留学生赞美美国空气和自由为何被骂入华 川普上任首次出国拼外交形象是否有起色 参加第一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 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Robert Daly 戴博先生 美国维基尼亚大学东亚语文系系主任Charles Laughlin 罗弗林教授 改变中国网站主编曹雅学女士 美国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李中刚先生 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最近在社交媒体上热炒的所谓辱华门事件 美国马里兰大学中国留学生杨舒平在毕业典礼上发言 赞扬美国的洁净空气和自由的学术戏份 引发排山倒海的攻击声浪 许多网民称他辱华卖国 对他进行人身攻击 甚至公开其家人的信息 导致杨舒平不得不公开道歉 事件发现以后 中国外交部和环球时报等官媒也加入讨论 人民日报的海外版 侠客岛公众号甚至表示 那些觉得他国空气都是甜的的人 有可能成为间谍 那么一个年轻学子的毕业发言 何以被上升到辱华的高度 成为众矢之地 近年来引起舆论风潮的辱华事件 门槛越来越低 原因何在 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那么先请各位首先来短评一下 这个辱华门事件的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尤其是杨舒平的毕业致辞 是否像一些中国人所说的那样 是辱华和跪舔美国 那么先听听戴博您的看法 您觉得这件事的最大看点 您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 中国人要射身主题的想一想 现在有很多中国的搞笑 他们也给世界各国开了一些什么硕士班 如果有一个来自于柬埔寨 或者越南的一个学生 在那个毕业典礼致辞说 哎呦中国的这个繁荣 比我自己的国家的好 中国这个社会稳定 我特别的欣赏 那中国的听众就会听得非常高兴 他们并不会觉得那个人是买国贼 只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 我看这个情况也有点类似的一个情况吧 问题不大 小题大做 总统来讲 好 财亚学生女士您是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事情最大的看点在于 杨书萍他实际上是用这个自然空气 作为一个比喻去讲这个政治空气的毒化和没有自由 但实际上你有没有注意到社交媒体的攻击 仅仅限制于这个自然空气 他们并不敢开放让中国网民去讨论这个他这个讲话的真正实质 他这个真正实质是政治空气 对 我觉得确实是他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用这个空气 对 好的 罗富林先生您的看法 我同意这个观点 而且是这个网上的人经常是把这个说成是两个国家的对比 而不是说比如说杨书萍他的这种上大学的这个教育的体会的问题 或者他得到了什么 所以其实我觉得一个自信的人是不容易得罪的 所以这个激烈的反应也说明有一种历史很悠久的一种中国人的这种 这个国家的这个身份的这个敏感性 这个是这个从一百多年前就开始 五四运动也是出于这样的心态 当然他们反对的是这个国家的行为 在这个第一站那个后的Far side的这个谈判的时候 中国政府没有很好的表现 所以这个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事情这次 好的 李中文先生您的看法 对 首先这个杨同学啊 这次能够可以说是千里挑一 能够代表这个一届的马大的毕业生在台上发言 这个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这个真的要祝贺他 我听说好像应该有个委员会有个很严格的挑选过程 但我不知道这个委员会的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些 叫做指标来挑选 但是能够在这上面代表 在这个舞台上代表这个那么多学生 非常的也让人也是这个也很需要祝贺的一件事情 与此同时呢我就觉得听听他说的这个事情呢 足够从纯粹从他的观点上来说 都是很平易的观点 包括空气的问题 包括这个中国的自由和民主需要改善的问题 这个我相信你到中国到哪里去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问题 最主要呢它是用一种比较可能戏剧化的方式表达出来之后 很多人呢就有了非常不同的解读 然后呢用一句开句玩笑 国内话叫做屁股决定脑袋 有的时候不同的角度去看 往往都是相当于那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 造成了这样的纷争 但是也是一个可以写入历史的这么样一个焦点的一个事情 好的 戴国先生我们知道针对杨淑平这个发言引发的这个舆论风暴 马里兰大学的校方和中国外交部都分别发表了看法和声明 那么你如何看待双方表态的不同 尤其是中国外交部的表态 你觉得双方这个表态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 跟我们对照一下 首先那个马大他们说他们是以杨淑平为荣的 他并没有觉得那个杨淑平是要代表所有的在马大的中国学生 根本不是代表全中国 他就是一个学生一个毕业生而已 所以他肯定是享受这些言论自由 他们没有把国家国家之间的这个可避性带进去 所以这个我是非常赞成 我觉得那个中国那个外交部那个发言人那个鲁康 讲的也作为中国的发言人还不错 因为他是承认有年轻人到别的国家去读大学 或多或少会改变他们的思维 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他承认了这些 同时的话他说他希望那个杨淑平和所有的在国外的中国人 可以讲的负责任的话 那什么叫负责任 谁打个定义 因为没有人说那个杨淑平讲的不是事实 所以负责任的定义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对 鲁康在那个他的这个外交部的发言里面 他也提到 他说我们也可以从他的发言看得出 他对这个祖国抱着一种什么样的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他还是隐含了对于杨淑平的批评 那么亚学你如何看中间的对照双方的这个发言 这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反应是非常非常典型的 我们从美国任何一个大学的官方都会期待同样的反应 我的学生享受言论自由就这么简单一个事情 但是外交部发言人的呢 我听出一些其他的声音来 这个声音就是什么呢 实际上中国政府现在很怕 很担心这个在三十多万在美国的留学生 因为他们在美国大学接受自由思想的教育 他们呢就是实际上是非常担心这个巨大的群体 是一个接受西方的宪政自由的思想 但是呢他们也不太敢他们有一些措施 比方说在留学生当中建立党支部啊 建立这种互相的这个监控的比较隐秘的监控系统 但是发言人呢他也不敢把话说的太蛮横 他也不敢说你们他不敢像环球时报那样去说话 这样的人以后有可能成为间谍这样 这都是带威胁的话 那么我觉得陆康他这个发言还是有一些给留一些余地 他并不想在这个海外的学生当中引起巨大反弹 但是如你所说他还是有钉子在里面 有隐含的威胁在里面 好莫芬林教授 确实能够看出来有一种恐惧在那里 或者害怕这些中国留学生 但是其实我自己个人看法就是他不用那么害怕 一般中国留学生都是很爱国的 也不会采取一些中国政府不愿意他们采取的政治立场 所以这个就说明这个事情就做大了 不应该那么大 甚至到这个外交 我觉得外交部发言 我觉得已经不至于吧 不用那么做得那么大 所以这个也说明这个心态是不太不太健康的 我也觉得他们小题大做 反而把这个弄成了一个很蠢的事情 本来不是一个大事 结果现在弄成了一个国际事件 反而让大家让全世界看到 这个中国网民的这种语言暴力 这种显然是有煽动性的语言暴力 有组织的语言暴力 这个整体对自己的学生在海外的言论的 这种审查的这种愿望 这个让世界我们都看到了 影响了他们的形象 我觉得这一次可能中国政府的一些做法 因为如果从历史上来看 他们也是一贯如此 这就是他们做事情的方式 我觉得这一次 我倒不觉得他们是主动的来挑起这件事情 而更多的是对这个网上 对一些学生的一些言论 然后激进言论做出了一些反应 我记得20年前 有一次我记得看到一个 国内的外交系统的人来给大家讲话 一站到这个讲台上 首先就讲这个两岸关系 讲这个一个中国 结果刚开始没两分钟 大家都通通都走人了 底下没有什么人听 我觉得相比来说 今天的中国政府要比那个时候 更加所谓的这个亲和一点 但是仍然你要考虑到 他做事情 更多的他担心的是说 他出来说话之后 会不会自己被fied掉 就是更多是保护自己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他们的这次反应 我觉得更多是应对性的 而不是说他主动出来挑事情 好的 戴博你好像刚才有什么要补充的事吗 我就觉得中方包括政府和老百姓在内 他们老说中国是没有华语权 可是他们这次对杨树平的指责的反应 就是证明他们还不太懂得国际华语体系 和公共关系 原来有一个学生 就是很高兴的 也有点天真的 就是发表他自己的看法 在美国在全世界 根本没有什么新闻价值 就是因为中方的网民和政府 和那些官媒的这些反应 才变得一个非常大的事 最后的结果是使中国难堪 就是让很多国际的那些人士 包括美国在内 觉得很多中国的网民 是缺乏这个道理 就是不讲逻辑的一些人 所以他们在国内 他们可能是可以运用这个事情 来调动很多人的所谓的爱国主义 可是在国外 最后的结果就是使中国更难堪 我想刚才戴博你提到一个 很有意思的概念 就是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 说到留学生要注意自己 要负责任的言论 那么也有很多的人批评 马里兰校方 中国学生也批评马里兰校方 是支持毫无依据的攻击性言论 比如说甚至就是说 暗示马里兰校方 有一些政治意图等等 我就想这中间有一个 就是双方文化的区别 就是一个个人的言论 它代表他个人的看法 刚才像马大说的 那么中国往往是把 你在外面的言论 作为代表一个国家 或者代表一个民族 就是哪怕是普通人 所谓这个负责任的言论 这个概念 我觉得在跟西方的 这个言论自由 好像有个很大的差别 我想听听雅薛你的看法 代表说 代表说 请讲 你先说 好不用客气 那个所谓中国所谓负责的 中国官方所谓负责的言论 就是说你要爱国 你要就是说 服从这个政府的这个话语体系 那么他这个负责 不是说你个人负责 个人对个人的行为负责 所以这个是个非常简单的 这里面是有威胁性的 非常大的区别 这个像杨淑萍的支持的主题 好像是没有懂 他们没有懂 因为这个对什么 对谁负责的问题 是核心问题 他们负责要对祖国负责 但是他的这个支持 好像是说 我到了美国上大学 我开始学习到了解到 人是要对真理负责 或者要对自己负责 而他就是把这个体会讲出来了 所以这个对中方来说 是不负责任的一个解读 杨淑萍所谓的负责 杨淑萍里面也说到 我自己有一个声音 这实际上是一个 一个责任感 对对对 而这种责任感和 陆康说的责任感 是恰恰相反的 对对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我觉得这个 这个中国政府呢 看到这样的 杨淑萍这样的事件 他们内心是很高兴的 因为在国内 那么多的事情上 这个政府经常是 大家想到政府就觉得 好像这个不是一个 让人感觉很好 很舒服的 总有什么样的事情 经常这个事情 也确实是 这个体制有问题 对吧 但是呢 就是在诸如爱国钓鱼岛 可能有一些 像这样的一些事情上 政府能够抓住着力点 他觉得他能代表 起码相当一部分的人 去宣泄一种自己的情绪 所以他们也不会 放过这样的机会 但是他们怎么说 能够 能够更能够 就是角度 能够代表更多的人 或者说更能达到 他们的效果 我觉得他们 可能这个方式上 他们仍然会被认为 像五毛啊 这种这种说法 可以倾向更厉害一些 您刚才说 您说中国政府 可能乐于见到 杨淑萍这样的事件 您是说乐于见到 网民对于杨淑萍事件的反应 而不是说杨淑萍说了什么 不是因为杨淑萍 就是出了这件事以后 然后他抓住了一个着陆点 因为中国政府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的执政合法性的问题 所以他很希望代表更多的人 所以他很希望能找到这样一些 也许就这样一些事情 能够起码能代表相当一部分 比较人的情绪 所以这就是其中的一件事情 起码在这件事情上 应该说在表达上 有不少的中国人 他感到这个说法 有点针对他们 而不是针对政府 有这样一个情绪 再加上中国政府 这样有一定的煽动性的 这样一些结论之后 更使得有些人觉得 这是针对中国 所以这个就是让中国政府 就有了一定的代表性 好的 戴博先生 因为您曾经在马里兰大学 任职过一段时间 我想听听您的一件事的看法 就是马里兰大学的 中国学生会的前主席 他的名字叫朱立涵 那么他后来在杨树平事件以后 批评马里兰校方 是支持毫无依据的攻击性言论 他说让人怀疑 马里兰校方有其他的用意 也就是说他在暗示 马里兰大学可能有政治意图 来鼓励学生攻击中国 那么您曾经在马里兰大学任职 你认为这种可能性 到底有多大 可能性是0% 根本没有这个事 那个马里兰大学 跟美国的别的高校一样 是非常珍惜 跟中国的方方面面的 一些学术交流 也是很欢迎中国的本科生 还有他们的研究生等等 可是他们不会为了这些 而违背他们最想象 根深蒂固的一些原则 就是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 所以我觉得就是发表这个看法的 那个马大的毕业生 不太懂美国或者西方的大学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要做你的研究 要教书都是以自由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我看有一个问题就是 多数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 他们就是离课 他们学习是物理是数学等等 所以他们在美国的高校里面过什么四年六年 他们主要是跟别的中国的学科技的一些学生 困在一起 根本不接触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等等 可是这个杨树平不要忘记 他是学习美国的戏剧 他是演戏的 也是学习心理学的 所以他在美国他是挺透露的 有更多的美国朋友 而不只是来做他的研究 拿他的文凭教他的工作的 对 对说到这个 我想我们就刚才顺着戴博 刚才提到的 这个中国留学生里面 我们知道纽约时报 大概一两年前 曾经在美国的很多高校 对几万中国学生做了一个调查 那么当时的这个数据 就是显示中国这个学生里面的爱国情绪 比以前要高很多 比如说跟六四时期或者六四以后 那么亚轩 你跟中国学生有相当的接触 你觉得这中间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他们这个所谓爱国情绪 或者是用美国的话来说 民族主义情绪上升 你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呢 有一个很常识性的 即使没有接触 我们也可以去 来美国留学是一个费用 非常非常高的事情 对中国的家庭 所以你想一想 是什么样的中国的家庭 才能把孩子送出来留学 那么这些家庭呢 显然是在中国社会得益的家庭 所以呢 他们在这个社会 他们是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 他们有捍卫 比方说我大学的同学 我大学的同事的室友 他夫妇都是 一个在大学教书 一个在广东省做高官 那么他的孩子就是说 我尝试跟他讲几句政治 就完全就是说 你不要跟我说 就不愿意谈这个事情 所以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学生的 首先的构成 就已经有这样一个 所谓的 爱国的基础 就他们的父母 他们的家庭背景 是来自于一个既得利益者的 这样一个背景 其次呢 中国这些年的确是 经济上非常好 这个从外贸啊 就是城市的 国家的外贸 这个和美国看起来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就是这个繁荣的景象 那么我认为一个年轻人 特别是在中国 那样一个信息比较封闭 对他们接触的 在人的教育方面 控制 管控非常严的情况下 他有一个自然的爱国情绪 也是自然的 这个是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我想 另外一个 他们在这里 他们来了这里 虽然很多学生说 我一下飞机 我就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气 但是实际上 他们心里都知道 这个自由是不可以 随便去行使的 他们是有这个闸门的 所以我想 几方面综合下来 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 是不意外的 好的 我想听听罗福林教授 您也在美国大学任教很多 肯定 而且您的专业 跟中国学生有相当的接触 那么您从这过去几十年 您的这个任教 您觉得有没有一个 中国学生里面 这种情绪的变化 有一些变化 因为这个学生人数 比较多了现在 所以这个每一个大学里的 中国学生有很多不同方面的 就像刚才戴博说的 有很多学生是 比如说在研究院 研究这个理科方面的 这个专业的 这个一直会有的 但是他们不是大部分 而且像我们这个福吉尼亚大学 我们这个研究院 本来是比较小的 我们大部分的学生 是本科那个学院的 所以这个大部分的 中国留学生 也是我们本科学院的学生 也有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专业的 就算是这个理科的专业 也有很多上我的中国文学课 他们也有这种 很喜欢看这种不同的专业的 也会接触到更多的这个美国学生 和其他国家的学生 所以这样的这个教育的这个结果 就是很好的 会教育出就像杨树萍的这种 比较cosmopolitan的这个事业的这种学生 比较开放的事业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好 李中文先生 对 我是觉得这个 虽然刚才曹女士你说这个 他们只有一部分的父母 能够把小孩送到美国来 据我所知 他们很多人实际上 很多中产阶级的家庭 也很想把孩子送到美国来 有的时候甚至是 举全家的财力这样做 但是虽然说 他们仍然在中国不是大多数人 但是这批人呢 特别是现在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 是真正这个国家发展 和包括以后民主发展的 真正的动力 那么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呢 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情况 就是说你比如说现在在中国 这个叫millennial 就年轻人 拥房率是70% 第二名墨西哥只有48% 然后呢美国只有35% 所以换句话来说 就现在从经济情况来说 产生了一种 中国的美国没有的断层 就是说美国的父母 他不会说我要 请全家之力保这个孩子 因为中国的一孩政策 经常是四个 这个爷爷奶奶 然后两个父母去保一个孩子 所以这个孩子 实际上在长大的过程中呢 经济的情况发展 因为一个人为文化的因素 要比他的父母 那就更不要说爷爷奶奶 经济情况要发展的很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现在就是这些学生呢 对自己自尊方面的要求 特别的高 给我一种感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有的时候他听到了 这个杨同学的这个说法呢 他到了美国来以后 其实在中国倒未必有这个感觉 他到了美国来以后 他更有一种 identity 他觉得我代表中国 听了觉得很刺耳 是在批评自己的国家 他觉得他的更多的 我倒觉得 他不一定是觉得为了党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对党的概念是模糊的 不像我们那个时候 这个比较鲜明 当然更多的是不喜欢这个党制度 但是现在我觉得 很多的学生反弹 更多的是觉得 他的自尊心受了伤害 而不是别的原因 对 好的 说到这个自尊心受到伤害 我想请戴博先生评论一下 我们知道最近 其实关于批评中国 或者批评中国一些人和事 引发这个大量的反弹 这种事情 近年已经发生很多 前段时间那个王千元 杜克大学的王千元 因为理解汉人 理解 呼吁汉人理解藏人 受到相当多的批评 包括什么台湾的女孩周子瑜 就是误误闯雷区 还有比如说奥运期间的 那个澳大利亚运动选手 霍顿批评中国的这个运动员 有服用禁药的现象 也是被排山倒海 几千万人冲入他的网站 去批评他 所以我就想问 就是现在就是中国人 就是刚才李宗刚才说 是一种出于个人自尊心 很多时候把这个国家的形象 和自己的这个自尊心 联合在一起还是怎么样 就是说这个辱华的门槛 现在被扣上辱华帽子的人 越来越容易被扣上这样的帽子 那么您怎么看这样的趋势 我觉得是个比较危险的趋势 有时候也给反映在国际市场上 和那个政治的这些轮毯方面 当然中国在决起 中国在发展比较快 所以中国觉得就是比较得意 或者比较骄傲 在一定的范围内是自然的 也没有什么要害怕的 可是逐渐逐渐地 如果这些态度是改变了 西方自由世界的一些标准 这个是最危险最可怕的东西 我们得非常的警惕 而且这个已经是影响 比如说那个哈莱坞 我们曾经说过这个拍电影 因为现在是国际的那个市场 所以哈莱坞的剧本作家 他们也在追求那个中国的那个研究 是让中国直接把他的 政府的声插电影的这个能力 出口到美国来 所以如果美国的大学 因为觉得中国的那个脸皮很薄 千万不要得罪中国 而限制任何学术活动 或者言论自由 这个对美国来讲 是一个致命的威胁 我自己看的 所以我们得非常的警惕 要欢迎跟中国的各方面的交流 包括那个学术交流 可是如果中国的大学 或者中国的学生 是到美国来 参与美国的校园生活 应该接受美国这个校园生活的 最基本的原则 好的 那么这种威胁的现实性 到底有多大 雅学你来跟我们讲一讲 习近平2012年在墨西哥访问的时候 也就是说他成为党的那个总书记之前 同一年 他说他嫌外国人吃饱了没事干 管闲事 他说中国一不输出革命 二不输出饥饿贫穷 三不去折腾你们 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那现在的现实是 中国正在以一个非常复杂的 多方面的系统 从技术到金钱 各种手段 在输出言论审查 这个对世界的 对我们世界 过去两三百年来 一个逐渐进化的 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价值观 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我们刚才戴博也说了很多例子 我就不重复哈 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 世界的应对还不够 我们还在一种温水煮青蛙的阶段 觉得大家都会明眼 都会看得到的 但是不这样 我刚才 这就我回来想说 回应李先生刚才想说的话 就中国的网络民意 是否真正的网络民意 不是 因为呢 这个网络民意 网络被控制的如此之言 只有在中国开放网络 或者哪怕是部分开放网络 你才能真正体会到 中国人的真正的网络民意 是什么 包括我记得 2010年 11年前后的网络民意 和今天的网络民意 都非常不同 为什么呢 当时的管控还没有那么严 还有就是这次 对杨淑平事件的反应 实际上也是一个 经过了精心引导和控制的反应 就像我刚才一开场说的 那么多人看到了他 他的讲话被翻译成英文 中文原稿在网上 那很明显 这个小学三年级都看得到 他这个讲话的核心 是言论自由 而不是空气 但所有中国网上的讨论和攻击 基本上都控制在 严严的控制在空气上面 空气 昆明政府还出来说 我们空气哪有那么不好啊 什么的 所以呢 中国的网络的民意和言论 是一个非常非常扭曲的东西 我们要把它考虑在内 好的 多福林教授 您刚才提到就是 中国学生在美国受的好的 这个学术的熏陶 那么曾经有一位就是前两年 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 史密斯众议员 他在讨论中国势力 中国的或者影响力 对于美国大学学术自由 是否可能造成影响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到底是美国的大学 在影响中国学生 还是中国学生在影响 美国的大学学术环境 那么我们也知道 比如说加州的这个 圣迪哥大学请到达赖喇嘛 那么当地的中国学生 会几千中国学生抗议 抵制等等 类似这样的事件 我想问问 您觉得中国的学生 或者中国的势力 或者中国的资金 有没有可能对美国的大学 造成一定的影响环境 尤其是相关于中国的讨论 和中国的议题 也许已经影响了 但是我觉得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 好莱坞电影 作为一个对比 这个大学 美国的大学校园 我是比较乐观的 因为是大家有说话的这个平台 那个好莱坞电影是娱乐性的 然后这些决定都是在 这个幕后做的 然后你那个生产出来一个电影 你也不能控制它的这个影响 但是大学里总是不同的谈 不停的谈论这些问题 所以比如说 我觉得值得提到的 所以虽然也要警惕 虽然我们担心 但是除了这个像杨淑平 这样的学生的言论自由之外 我们也要肯定这些反对他的这个中国学生的示威 或者是抗议的言论自由 他们也有言论自由 所以主要是说要保持这个对话 要不断的进行 而不是说我们要把这个中国的影响推回去 这个也不是很健康的 所以这个也涉及到比如说这个孔子学院 经常是正义性的在美国 而且有一些挫折 就是有一些被关门了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并不是说这个所有的孔子学院 没有任何的价值 所以这个与其说完全关门 不要跟你打交道 还不如还是继续合作 还是继续做一个对话 是最理想的状态 好 李中高先生 好 我就想说一下这个 其实我和中国的这些年轻人 打的交道比较多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为他们担心 从我自己的感觉上来说 就是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 当然有的人说什么惯坏了 有些老的人喜欢这样讲 但实际上新一代年前 是我见到的 应该是人文素质最好的 新一代的中国人 所以换句话来说 我是觉得以后中国的发展 民主化进程进一步的前进 只是一个速度问题 对 好的 我想最后我们时间不多 我想请大家再短评一件事情 就是纽约时报一两个星期以前 发表一个评论 不是评论 就是一篇深度的报道 就提到中国领事馆通过 在美国大学的150多个中国学生 学者联谊会 来施压影响 甚至监控学生的这个言行 那么我想各位都在跟大学工作 或者是曾经有在大学的这个经历 那么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 这个官方色彩到底有多重 在留学生当中到底有多大的这个影响 尤其是政治影响 我想先听听戴博您的看法 你说中国政府就是要影响 在美国无数的中国学生 这个不是一个新事 像罗夫林教授原来说的 19世纪已经开始了 就是第一批中国学生到新英格兰 到耶路大学附近来学习的 还有人在北京是很担心 他们是不是被侮辱了 或者他们的思想有没有被影响过 在我的经验范围内 我曾经在马大 在霍普金斯大学 肯奈尔大学学乡大学都工作过 这些活动有 就是共产党在美国每一个高校 都有一个组织 可是这些中国学生 如果愿意不理他们 也可以不理他们 所以他们的影响力有时有限 可是还是有限 好的 亚学 我没有在美国的大学工作过 我不大了解 但是呢我就从一些报道来说 我不敢说中国政府有多成功做的 但是这个努力是在那里的 努力是在那里 我记得两三年前有一个报道 就是说中国政府试图去影响 这个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在剑桥大学选举的这个过程 确保他们信任的人 就使馆信任的人 选上主席 类似这样的 那么他们还在 好像还被大学开除 好像还有这样 还是说就是取消这个组织的资格 对对对对 后来采取措施制止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更多的大学 应该比较警惕 这样的一些努力 再一个呢就是说 在一些焦点事情上 中国政府似乎有意 把留学生 或者至少是一批留学生 变成他们在海外的红卫兵似的 就是站出来在南海问题上 在所有就是焦点问题上 台湾问题上 西藏问题 达类喇嘛问题上 法轮功问题上 所有就站出来 为这个政府来当他们的这个卫兵 至于那个在多大程度上 这个范围内 多成功 我觉得教授可能 罗老师可能有更好的一个估计 不知道你们有些个人的观察 在福晋亚大学 其实中国学生组织不止一个 而且这个中国学生 学者这个联谊会的这个 不是那么明显 他主要的成员是这个研究部的 研究生 对研究生 所以这个后来形成了一个新的 我也不知道跟官方有关或者无关 但是我的感觉是跟官方无关的 Mainland Student Network 大陆学生协会 他们的主要是本科生 跟我打交道比较多的 而他们没有这种很明显的政治立场 但是他们很活跃 做很多这个跟美国学生的联谊活动 是很积极的 而且他们组织能力很强 那个就是社交层面的 而不是说政治层面的参与 对 好的 李中刚先生 对 我想提一点 就是这个 当杨同学去讲的时候 他不仅仅是代表了这个 当时的中国学生 其实台下大多数的还是美国学生 所以我提一下 我当时看了他这个讲的这个事情 我其实我没有什么很好的感觉 这个和中国和这些事情没有关系 实际上更多的我听到一点 我就想提一下 就是说给我一种感觉 他后半部分用英文讲的这个讲话 很像是从民主党的这个 教科书里超来的内容 这个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不熟悉 比如说他说到怎么打这个Rodney King 就是说到这个每个人就是都有自由 就是很像是那个叫黑人生活 Black life matter 然后再加上叫做这个叫freedom is love 我经常听到这一点 往往都是民主党 却要增加政府福利开支的时候说的话 所以我就提一下 我就想 对对 他非常戏剧性 However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呢就是我就想提一下 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方面有很多 关于美国这边的就是大学政治 为什么他非常的自由化 很左倾 这个呢有很明显的痕迹 可能很多的观众 我就想提一下 因为他们未必熟悉这一点 好 我不知道戴博和曹雅勋女士 有没有要回应的 戴博你有要回应的吗 对这个问题 没有人 好的 好 因为有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这部分有关马里兰大学 毕业生杨淑平的这个所谓辱华事件 我们就谈到这儿 感谢改变中国网站的主编 曹雅勋女士参加我们的节目 欢迎你今天到我们这儿来 好 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 川普首次外交行 成功还是失败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